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对接了一些阿里云上的1KM Core 还有数据团队使用了卡夫卡这种 在这种多种消极组件并存的情况下 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在运维上的一些复杂度 这么多的消极组件存在于线上的业务系统中 既要求开发团队要熟悉每一个消极组件的使用 并且它们的具体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同时也要求运维团队要掌握各个消极组件的运维的技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种消极组件大量存在公司的情况下 那么对于业务团队 它要解决数据的一致性问题 它是带来了很多问题 但是这种多种消极组件存在于公司内部的情况下 造成了线上的故障是出现的故障比较多 但是如果因为这种消极组件比较困杂 所以说这种出了故障后 对于有的消极组件 你是没有办法 你是没有办法去从圆满层面去逐渐的去深入了解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所以就会存在一个问题是 当你这个消极组件用得越来越广的时候 你出的问题是会越来越多 当这个消极组件 你无法从圆满层面去了解它的原理 并且从圆满层面去解决这个bug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你只能说 你只能说再去搜索 搜索出它的那些案件里面 有没有这个出现过问题 如果是如果出现其他人用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的话 你去按照它的解决方案去解决的话 如果说这个问题再次出现了 那么就可能说你还会要求你继续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对于一些不是特别频繁出现的一些故障的话 那么你就很难从根本上去知道这个产生问题 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在这种大量的消极组件存在公司的现状的情况下 那么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瓶颈 在消极系统方面 首先我们的一个需求就是 公司内部使用的消极系统就要完全统一化 之前大量的那个消极系统存在于公司内部 是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 像像Rebian Core 像RockM Core 像卡发 这些在公司内部的各个团队其实都是有使用的 因为从开始都没有去 去那个是统一整个消极系统的使用 并且这些消极系统也有在某些方面 它也不能说是能满足各个业务团队的所有的需求 所以说就会出现了 所以说就从历史原因上就出现了 这些业务团队调研了一款消极系统 他们使用了这个 另外一个业务团队调研了一款消极系统 他们又使用那个 这样的话 他们要集成在一起的话 那么就是我发的消息 我帮我自己的这些消息从中发的消息 那么你要消费你就来消费我的 我消息系统内的消息 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了 业务团队要从多个消息系统中消费 多份消息 这样代码的复杂度也比较高 并且有可能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同一个消息既要发动到自己的自己使用的消息系统中 并且也要发动到别人数据团队使用的消息系统 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 业务团队你自己去管 你别人需要多少消息你就往别人的消息系统里面去发 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 业务团队的复杂度也是比较大 并且这种发多份 发了很多份消息的情况下 那么你这个消息 存储 存储要求 存储也增加了很多 还有这种 像这种 这种多种消息系统 存在于业务 存在于那个公司内部 那么对于数据一致性的 数据一致性的要求也比较 问题解决也比较棘手 像业务团队的 业务团队要既要把消息发送到了 他自己的使用的Rubium Code中 也要为数据团队发送一份消息 当各种原因存在的情况下 如果说数据团队你给没有发送成功 那么就 那么那么他就就出现一问题 就是说业务线上的数据不一致了 就是说你在排查这种数据 由于这种原因产量的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那么就是会浪费你 会浪费你很多的时间 并且业务团队去解决 一份消息 在多个消息系统中 他要保证 保证最终都是一致的 那么对业务团队提出的要求也比较高 他们要做大量的 冗余性的一些代码去 专门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钱就相当于给业务团队增加了太多的一些复杂度 还有运维方面 像这种大量的消息系统 这种大量的消息系统 在公司存在情况下 像运维团队 他要对各种消息系统进行熟悉 他既要熟悉 运维团队 又要熟悉卡夫卡 又要熟悉 又要熟悉 首先对于他们的经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再说一个运维团队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人力去熟悉如此多的消息系统 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运维团队对于解决问题 他们也没有过多的能力去解决这个线上存在的问题 还有这种消息系统比较多 对于开发团队来说 他使用也比较混杂 因为他既要给自己发 也要给别人发 自己的往自己运维团队发 要给别人出去团队给卡巴尔发 这样的话 他在他的代码中 他的很多写带来了很多的 很多的冗余代码 所以在这种公司内部存在这么多消息系统的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调研一款统一的一个消息系统的统一方案 那么对于是既然我们定位为是公司统一的一款消息系统方案的话 那么对这款消息系统提出的要求就会非常多 那么如果说你在调研的这款消息系统中 如果调研你选择对管消息系统后期不能满足一些需求或者各种问题的话 那么对后期可能会影响会非常大 那么就是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被动 那么我们在选择一款调研一款开源系统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这款开源软件的 它社区的活跃程度 这种它已经提供了一些能力 它的稳定性这些问题 我们在调研我们在调研Pata的时候 我们我们列举了一些Pata的这些特性 以及我们满足我们的一些诉求 像Pata是有统一的消息模型 它地质流和堆列两种消息模型 这样的话它就完全可以覆盖我们在线上使用的 RibianCore卡挂两种消息系统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Pata来替换我们线上的 RibianCore卡挂两种消息系统 还有Pata这种采用存储和计算分离的这种架构的话 OK会提供这种持久化存储 那么这种存储与计算分离的这种架构的灵活性 带来的灵活性是比较高的 还有Pata的这种高可用低延迟的这种能力 很好的满足我们线上对消息系统的一些诉求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Pata是完全开源的 它在提供我们需要的这些服务的同时 它提供的 并且它完全用家务语言编写的 这样的话与我们公司内部使用的主流语言也是一致的 那么对我们后期要解决问题的话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因为我们可以从圆码层面来完全的了解它的原理 并且除了问题我们可以 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去约码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并且说它的这些扩展性的话 可以我们后期我们有一些需求的话 可以完全来那个是根据它的扩展点 我们来做自己的一些功能 在Pata选行的过程中 我们经历了这 大概就经历了这一段 这一段时期 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这 在2018年5月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是刚从那个getup上 接触到了Pata 这时候我们通过 它的wiki这种途径啊 了解它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这时候到了过了几个月后 到了8月份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与那个Pata社区的人员 也这时候有了一些接触 Pata社区的人员也对 也来公司对我们做了一些分享 这样的话 我们对Pata进行代码初步的review后 我们基本上确定了Pata这种 在消息系统 公司内部同意消息系统中的选行 还要到了过了9月份 我们到了9月份的时候 我们对Pata进行了一些压力测试 这些这些基本的测试 在我们需要验证一下 它在这种极端环境下的这种稳定性 这样的话我们来确定 Pata的性能跟稳定性 是不是达到我们的需求 当这些基本的步骤 验证完后 我们就开始选取线上的一些部分的业务系统 将这些部分的业务系统前移到Pata 在生产环境中去验证Pata的稳定性 这就是Pata在整个确定为统一方案的 大体的一个步骤 还有当我们把Pata确定为公司统一的方案后 我们开始在内部开始逐步的进行落地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一些不重要的业务系统 把这些他们发动的消息都迁移到了Pata中 这些在选择后 在选择他们迁移到Pata后 我们在线上逐渐地去观察Pata的稳定性 这时候 这时候看 通过线上的一些监控 来看Pata存在的问题 当你线上迁入的系统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时候Pata就暴露出的问题就比较多 那时候刚开始是 18年的时候好像是刚开始是2.1 2.2版本左右 这时候像 这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像consumer不消费的问题 像Bull Cable写的时候 那部分它词满满了 但是它永远降不下来的问题 像这些问题 当生产环境中暴露出这些问题 我们开始去解决这些线上存在的问题 这时候随着解决Pata问题 随着我们逐渐地解决Pata问题 这时候我们对Pata的了解也增加了很多 当我们到18年后半年潜入了一些业务系统后 这时候就到了19年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就是招聘的存站 三四月份的存站时期 这时候存站是对Pata的一个最大的验证 如果存站中Pata的稳定性得到了验证 那么就可以证明Pata是对于我们来说 是完全是可靠的 在存站的过程中 我们Pata表现的稳定性还是比较高的 最终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把确定了Pata作为公司内部统一的消息系统 现在Pata在公司内部的大概的一个现状就是 规模是公司内部大概部署Pata的规模是二台物理机 来部署Pata系统 存储的话都采用的是SSD盘 还有现在存储业务规模的话是 大部分的业务系统全部都接入了Pata 包括一些B端像C端数据算法 还有直Q等各种业务 现在消息规模是 每消息规模大概在30万条每秒左右 消息量大概是300兆每秒 这是大概是Pata在公司内部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现状 还有Pata 从18年到现在 Pata已经在公司内部运用了两年多了 两年了 这时候我们对Pata在公司未来的规划 大概有这几方面 第一方面是我们要对Pata进行逐步的了解 做到我们融入社区 像通过比如现状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 这时候我们发现Pata的一些bug吧 这时候我们向Pata社区来提交一些PR来 这让我们与社区一起来成长 这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让Pata变得更加稳定 也可以让我们那个是成长变得更快一些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 通过现在Pata是完全部署在物理机的环境下 这样的话 在这种部署环境 这种部署模式的话 有很多问题 在这种问题下 我们就需要将Pata前移到K8S环境中 现在是公司那个是Pata社区也没有 现在是没有开源他们的operator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将Pata前移到K8S中的话 那么就要求我们自己来做一些这种 迁移的一些工作 还有现在在线上预备Pata过程中 Pata是会偶尔出现一些稳定性的方面的问题 那么这时候的话 大部分原因基本上是Pata的一些参数 在后来没有认真去调解 所以说后期准备说 是通过调整Pata的参数 这时候来提高Pata的性能 来降低一些Pata的超时率这些问题 先说 像把Pata前移到K8S环境中 现在的部署模式就是物理极测方式的部署 这种方式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在物理极环境中部署 部署非常的简单 因为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原始 就是在这种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 这种部署模式其实也没啥问题 但是随着公司用Pata用了越来越多 它的消息量越来越大 这的话就带来一些 对这种部署模式就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资源 一台物理机上既部署 不可以又部署博的话 那么这种是不存在这种资源上的隔离的 那么资源在整用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 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还有 你在这些 在物理机上去部署 部署Pata 那么这些物理机 那么就其他人 其他人就完全 完全不能用 所以说这有些部分资源 你没有用的 用利用率又比较低的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通过 我们就需要提高一些 这些资源的利用率 像还有一个问题是 每一台物理机的资源配置是不一样的 那么就造成了 部署的配置也完全的不一样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是每一台物理机 它呢 挂载的磁盘不一样 不一样多 那么我们又没有做锐的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 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部署的每一个配置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就要求你自己去 就要求你去 自己完全手动的 部署这种 部署的配置 那么这种的运维成本是 是比较高的 我们打算把Para 部署到K8S环境中 在这种 部署到K8S环境中 我们像 公司内部的 公司内部是用私有的K8S环境 这样的话 网络方案呢 和基础设施 跟公有源其实也不一样 这样的话 可能会我们需要 我们自己来做一些 Para迁移到K8S环境 一些的基本的工作 还有Para市区的 现在也没有开源的话 这样的话 也没有一些太多 可以借鉴的一些方案 这样的话 只能说自己去 自己去 自己去 那个 来做一些 Para的 operator来 来那个事 来将Para 潜移到K8S环境中 这种 像这种 对于 把Para 把Para 从部署里 去潜移到K8S环境中 这样的话 对每一个 对开发人员 对那个事 开发人员 像运媒人员 其实你这种 跟之前的运媒模式 也不完全一样了 对于 这就要求 解决问题的方式 其实也跟之前 也有一些区别 需要 需要一些改变一些自卫的方式 像对于 对于自己来开发 开发那个事 Para的operator的话 那么 你自己投入的人 投入的人 还有 人和精力是有限的 那么 那么你不可能说 你去做很多 很多很多的功能点 你只能说 把一部分 你急需的一些功能点 还有一些 你必不可 缺的一些功能点 来做好 把他来那个事 把帕大那个 步入到开发环境中 就停了 不能说 把做的 不能说 做的工作 太不特别多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很多工作都没有 没有做好 还有一些 未来 未来准备一些 将帕大那个事 升一到 现在的最新的版本中 现在公司内部 用的帕大的版本 是 还是那时候 2.4点的版本 之后也没有做一个 做进一步的升级 这样的话 之前帕大 帕大中存在的问题 这些 帕大存在的一些bug 也是 现在是 现在也是存在的 这样的话 我就需要我们将帕大 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把这些问题给规避掉 现在帕大在公司内部 是 偶尔会出现一些 短时间内会 超值量会有非常大的问题 这样的话 就需要我们去调整一下 帕大的一些核心的参数 来把这些 超值率 短时间内 大量超值的问题 给解决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帕大现在存在 帕大的bookie 现在存在 那个磁盘的占用 占用率非常不均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之前碰到过一个问题 是帕大在 帕大的bookie 在运行过程中 它出现过 它的磁盘文件 磁盘文件 损坏的问题 这样的话 它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 它的磁盘 越用越多 也无法回收下去 到最后就是 它的整个磁盘利用率 就接近于百分百 这时候 它就进入了止毒状态 这样 就需要 人为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现在公司 公司内部部署 部署 大概的一个现状就是 因为我们内部有两个应用机群 这样的话 我们也部署了两套 帕大环境 我们是通过ZK 去获取帕大的真实地址 再去连接帕大 在这种部署模式下 其实本质上会 本质上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你应用机群要 比如说我要升级帕大A环境 但是我想把这个所有的消息 我想让所有的 我想让应用机群 去应用帕大B 这时候就带来一个问题 是你把ZK中的记录 一改 所有的消息 都发到了帕大B环境中去 但是你再让它回来 首先一个问题是 你升级过程中 你的持续时间比较长 你一次性把它应用机群 A都迁移到帕大B A环境是有一些消费是比较慢的 就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你全迁走了 Consumer 有一些一流的消息 没有消费掉 这样的话就存在一个问题 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 做到一个 帕大真正的高可用 将来可能会参考之前 之前腾讯分享的 那一个方案 去做两个机群的真正的高可用 这就是现在 现在帕大在多个机群上 我们要是 我们要实现的一个目标 就是帕大多个机群 部署情况下 解决帕大机群 故障情况下 这种去切换的过程中 对应用来说是无感知的 还有帕大 帕大在升级的过程中 我们要把这个机群 这个机群要清空 那么 清空后把这个机群逐渐的 这个帕大机群逐渐的升级后 再逐渐的把那个量引过来 这样对那个事 来验证那个新版本的 新版本的稳定性 还有帕大升级过程中 对应用来说 其实应用应该是无感知的 应用 应用在连接帕大中 也不需要关心你后端 有几套帕大机群 大概分享 大概分享就这么多 OK 好的 好 谢谢顺利的分享 然后稍等 有几个相关社区的问题 我挑选一下 第一个就是 请问Bookkeeper磁盘板是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呢 这个是之前遇到一个问题 是当时是当时我记得情况是 一开始是他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当他百分之百的时候 当那天到了 好记得是到了百分之八十了 我就没管他 我想让他晚上 晚上自己做GC把降下去 所以但是晚上突然间 量大上来了 好像是我记得是 晚上的没到早上之前 他都已经百分百了 就好像是通过 那时候我分析过他的一个单一的来这文件 那个字不是那个 是安之道的那个文件 就定位到他那个 去手动去解析那个文件 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解析到最后 那个直接报错 就是说你呢 后来我又把那个 他那个这个DUK的这个 DUK会弹磨出来后 我去看了一下 当时里面有一个 做GC的一个标志那个东西 后来发现 每次 你每隔几分钟去弹磨 那个DUK内存的话 它永远是那个 那个值永远是那个 它永远不变 也就是说 那时候已经完全不再做GC了 这时候我们 这时候已经 他刺牌已经百分百了 这时候你再去重启它的话 其实是其实也就起不来了 后来我们 后来是我们是把那一些 一些来这一些文件 移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些没站满的磁盘中去 做了一些软链接 软链接过来 这时候我们让他 以指路模式给起起来了 后来是 好像我记得是把 把这些那个错的那个文件 手动处理了 手动处理后 它让他去做GC 好像后来 才把那个 它逐渐的降下来 后来这个 这个基本上也 也基本上在 还是处于指路模式 到了最后 把降到 降到 我记得是持续了一段时间 把这个 它降 它持续占用 彻底降下来后 才把它 再夹回去 我记得是 大概就是这个过程 我记得是 Bowcaver好像是 高版本中 我忘了 具体到哪个版本中 它是把那个 在做GC的时候 做了 对那个异常 进行开始了一下 就是说 你 你那个文件 死坏 其实不会引起 后面的 后面的文件回收 所以说 他就 他就 把那个问题 我记得是 行友 我记得是 有人提过这个 后来我也看过 那段代码 也是 高版本中 好像解决 也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 所以后期 得升级一下 来解决 彻底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 好的 我看到 是日连招聘 应该算国内 比较早 接触和落地 趴上的一个 团队之一 开始面临着 内部各种 这个消息系统 的频繁复杂 当时除了那些原因 现在回头来看 顺利 作为一个参与者 有什么感想吗 从开始接触 到后面应用 从当时公司 各种消息系统的 这个 存在一个状况 到现在 对 就像 像选进一款 那个是 一款开源产品 比如说 在选它的过程中 一开始 其实 其实你也不 并不完全确定 它 它能 未来能走到 走到哪一步 有可能 有可能说 比如说 之前 在选择那个 服务网格的时候 其实你也 其实你也不 其实 那时候 你也有第二个选择 比如说 比如说 那个是 阿里开源的 阿里在做的 在替换的 那个Evoin 那个组件 那么 你 但有多个选择情况下 那么你就 你就得说 对各个 各个可选方案 进行一个一定的 一个评估 这时候 这时候就要求你 对于你的 你的 你的需求啊 还有你的 还有他 还有这些 这些可选择 这种方案 他们能够做到的 做到的 做到的 能做到哪些来 能做到 教员完全清楚 这话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像 像帕萨 那时候 智联招聘 其实也对帕萨 做了那个事 在圆马方面 也做了 一个很大的 一个贡献 那 这的话 就选择 你加入 加入到一个社区 加入到一个社区 与这个社区 能够做到 同步的成长的话 其实是最好的 最好的一种 一个结果 但是 对于 某些 某些很成熟的 成熟的产品 比如 假如 假如 当时 选择了 卡不卡过来 其实有可能 就完全做不到 像现在的 帕萨这种情况 你能完全的了解 它在吗 这种 这种东西的话 卡不卡那时候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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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成熟 算是 非常的成熟 也 叫 它出来的 也比帕萨早 帕萨早 所以说 帕萨成长 后级的成长 社区 就要感觉 活跃度 也是比较高 也成为了 阿玛街的顶级项目 它这种 像选择帕萨 它这次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就是完全的融入到了一个社区中 也就是说你与社区的互动 互动也是非常的能够做到与社区的互动 所以说这种能与别人这种交流 能够既能提高自己 也能说 让你的东西能够贡献给别人 其实也对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OK OK 好 谢谢顺利的分享 感觉自联装币从开始的选行到应用到逻辑到现在的进一步提升 过程比较坎坷 但也是对各位专门同学来说充满了一个收获 好 对各位专门